大家好,欢迎收看《为你推介》 今天和大家推介的文章就是帮讲出色的博客施智山 他的题目是《7月3日,司法机构有没有告诫男司法官这回事》 网上流传一封有关7月3日司法机构会议的匿名举报信 虽然司法机构已经立即澄清了匿名信中内容并不属实 但没有说清楚到底有没有告诫男司法官这回事 如果真的有这回事,就将严重影响司法机构的声誉 冲击市民对司法机构公正的信心 这封匿名信提到,7月3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立 召集了全港所有裁判官召开了一个会议 但会上发言的只有高等法院法官黄崇厚一人 而马杜立就只作旁观 之后马杜立就与几位的裁判官开会 匿名信最引人担忧的有两点 据称,会上唯一发言的黄崇厚法官 不点名告诫男司法官 要他们在审讯过程中小心讲话,不要触怒市民 又指男司法官被起底是不抵可怜等等 更甚的是,匿名信指黄崇厚更提醒裁判官 审讯有关反修例案件的时候 除非有十分稳妥的证据 否则可以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 令被告脱罪 对于这次司法机构会议的匿名信 立法会议员郭佩帆和周浩鼎深表关注 而司法机构公关组在匿名信广传后 罕有地证实7月3日会议是确有歧视 是一场为裁判官举办的讲座 主题是《司法公正及公众信心》 但就否认在该讲座后 中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有与任何裁判官再另外开会 并指匿名信有关的内容并不属实 问题是,如果司法机构指匿名信的内容并不属实 究竟是全部不属实 还是部分不属实呢? 如果是部分不属实 究竟是哪一部分不属实呢? 是哪一部分属实? 显然,司法机构对这封匿名信的回应 是避重就轻 公众最关注的是 并不是这次会议有没有存在 也不是有没有事后另外一个会 公众最担忧和最想知道的是 究竟唯一发言的黄崇口法官 有没有告诫蓝丝法官这回事? 这是至关重要的 直接关系到市民对司法中立的信心 司法机构和统书司法机构的 中院首席法官马独立 只需要简单直接告诉市民 究竟7月3日会上有没有 告诫蓝丝法官这回事? 有或者没有 简单直接回答就是了 何需转弯抹角或者吞吞吐吐呢? 为什么这个疑问这么重要? 法律面前不是应该人人平等的吗? 法官不是应该政治中立的吗? 为什么一个高等法院法官 会有蓝丝法官或者黄丝法官 这些政治颜色之分? 而且毫不忌委宣自于口 这是市民最想知道当日会议 事实真相的原因 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法官 眼中只有政治颜色 他的判案怎么可以令公众有信心呢? 此外 如果真的有蓝丝法官被起底 不抵可怜这些言论 更熟鼓励犯罪更为不妥 有失法官身份 究竟还适不适合做法官都乘移民 物必先赴以后重生 希望司法机构能够直接明确 快速回答公众的疑问 否则只会再度削弱市民 对法庭公正的信心 7月3日 有没有高等法院法官 告诫蓝丝法官这回事? 有 还是没有? 请直接回答 不要再转弯抹角了 介绍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 匿名上有提到要顾及市民的感受 不要触怒到市民 法官和裁判官是解释法律 对某一些行为 有没有违反法律而作出一个判断的 而不是要顾及任何人的感受 法官在审案的时候是应该不偏不倚 就好像正义女神一样 蒙着双眼 一只手握着天平 另一只手握着保剑 不应该持有任何政治偏见 也不应该顾及任何人的感受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此 下次有机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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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